雜物等,大樓外城的鐵枝幾乎全部被拆走 竟然在大樓門口位置登地立法會議員出入的情況 事務化驗所人員和反黑組探員帶同工具入立法會 並可被一樓會議室外手證 又檢視和拍攝大樓外受檢情況 立法會主席梁欣賢早亦都層次大樓情況 所有出入口都是就此 地下一樓的會議室、前室和在一廳和二樓的辦公室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由於選委是十分嚴重 不能夠在選時間裏面修復 所以立法會未來那兩星期都不能夠舉行會議 這些暴力的行為呢 我是以與最嚴厲的選擇 最近的行政政官辦公室和政府總部亦都受到破壞 遇到的行政護理會改造禮賓府舉行 不設計政區和採訪區 毛主席梁欣賢早報告 行政政官林鄭月娥凌晨建議者 強烈檢擇選舉者暴力衝動立法會 說到任何違法行為會揮救對底 對於示威者闖入立法會日後 武警員阻止 警務事長羅惠聰解釋 就是衡量當時的環境 決定暫時出來 行政政官林鄭月娥凌晨4點 則令多個官員在警察總部建議者 說不得遊行和平理性 賺同日發生的衝擊立法表事卷 就是令人震驚的違法行為 暢行闖入了南法會大陸 並在裏面大致來去挫壞 這些目無法寫的暴力行為 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我對主感到索身審慨和控制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貸 對於任何自殺行為 我們知情會能追究到底 被問到他在這條歸酒會上說 會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綿衣人 但為何不答應民主派要求 跟示威者見面願感危機呢 在這條歸酒會上說 我想大家非常多 各位市民也都會認為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去現場我們做一個溝通 在這條歸酒會上說 是沒有幫助的 警務事事長盧維通就批評 示威者領域體型氣體傷害警員 令15人受傷 對於示威者闖入立法會的時候 大樓內警員全部撤走 在這條歸酒會上有3萬個示威者 要保證示威者和警員的安全 有些示威者是搞那個電箱 而有些立法會大樓的燈呢 已經是關掉了 我們擔心他們會關掉所有的燈 如果關掉所有的燈的話呢 他們一衝進來 我怕人害人 當時也都有人 扔了一些會發白煙的東西 進來那個立法會 我都同時那裏 由於下午曾經是已經 是有毒的沉粉的攻擊 我們同時沒有辦法選擇 就要求退 讓我們重整自己的策略 再重新呢 取回這個立法會的燈 廣告局長現在超警告 攻擊立法會的示威者 最少干犯了3條嚴重罪行 任何人如果違反了立法會的規則 追任立法會的犯人 已經是犯了犯的了 最不開心 還是不開心呢 男士 男士 也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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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局長 李家超說 有部份有暴力沖響人士 甚至在公眾活動裏面 問題警示民要死心 別有用心的人 拖壞者會安寧 老少爺市記者 一籃可以聽到 多國建設派議員 檢查屈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 要求警方承拜執法 有民主派議員 就不認同暴力 但認為應該靈性角度 所表達的政治訊息 示威者昨天衝擊立法會帶來的時候 各位民主派議員曾經見到 但是不成功 有民主派議員說 不同意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但說是源於制度不公 有些人說 年輕人在立法會裏面是暴力 大家記住 一個扭曲的制度的暴力 是比現實的暴力更加嚴重 使用暴力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帶來這個運動 更大的道德力量 也都很容易會造成了對方 可以轉連主義力 令到自己的支持群眾分化 雖然有一部份的人 用了暴力的做法 但是更加多的年輕人 他們很自制地去保護 立法會的投資會的銀沫 很自制地去甚至乎 去拿飲品的自由都會放下 這些做法 其實亦都是很清楚地 他們全達了一個準確的進步 他們這一個在政治上面的表達 又是早上回到立法會大樓的 建制派見員 再次主責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行為 最重要是大家要對這件事 要明白 必須黑白在哪裏 不能夠再在這裏聲聲作態 假人假意在這裏 明知錯的決定 還在這裏出來去支持這些 這些報的行為 任何法官如果在這裏 還麻糊不仁 我何君爺一定會 嚴重追求到底 中聯會中間記者會 負責示威者的行為 有一個是有道敵有秘密 有一個計劃這樣去攻擊 那個立法會 在上面是迫斷的行為 這裏的行為 都是最特別的 負責 我們可以 應用在這裏 實體入獄 公平的行為 警察 警察 要請問 警察 警察 感谢观看